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进行县道193县 月梅路段道路下边坡的抢修工程 县长徐真卫关心工程的进度 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之下 特别到现场进行会刊 了解施工的品质和进度 也期盼能够积极地改善部落对外的交通 来维护用路人行的权益 193县到25K月梅道路下处边坡 有大范围的崩落情形 县政府在109年2月27号 紧急办理了抢修工程 而工程采用了货柜工把保护拨脚 避免河流掏刷 造成大规模边坡崩塌 县长徐真卫表示 县政府为了保障用路人行车权益 强化安全顺畅的交通空间 向中央积极争取交通建设经费 让花莲落实交通正义 陆基上面要另外到时候 底下做好之后上面要做防护设施 另外再处理 因为现在下面不好 它一直下来 县长许正卫在现场会刊时得知 工程人员透过了先进工法 增进施工便利性 减少水中作业风险 助于提升施工效率 徐县长亲自慰绕现场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辛苦付出的劳力与心力 而这一项工程预计今年7月底完工 届时可巩固该处道路路基 维护用路人 形成安全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